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记录了中华民族的形成历程 是中华文明的重要代表和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 在历史上 中华姓氏文化是和早期的王朝的这种演变 早期的族群的这种演变连在一块儿的 以皇帝为代表的中华文化的这样的一个大的骨骼 那么可以说构成了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主体的汉族 它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架构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在夏商周这几代的统治者 通过分封 通过其他的政治措施 中华姓氏的这个整个的主体全部架构起来了 那么东西方姓氏文化的差异有何不同 通过数十载研究 张星斌发现中华姓氏文化是以中国农耕社会特定历史条件为基础 形成了中华文化特有的文化现象 文化信仰 文化纽带 文化路径 姓氏最大限度的显现了东西方文化的差异 比如我们东方文化里边特别重视家族的文化的传承 西方强调个人自由 中国文化通过姓氏这样一个特定的族群所形成的团队的整体发展 然后在发展过程中间彰显个人自由 你是一个族群里边的一分子 所以你的名字在姓之后 姓是什么 姓是一个家族 是你所依托发展的一个这种族群 而这个族群这个平台非常重要 张星斌介绍 中华姓氏经过几千年的变化 过去狭隘的宗族观念逐渐淡化 而文化意味正在加强 以家谱为例 在古代 修家谱外人不能介入 到现代 专家和家族成员人人可参与 海内外中华儿女通过修家谱对姓氏进行梳理 搞清了脉络世系 树立正确三观 对标榜样示范 传承良好家风 他们在国外生活的时候 他们都是通过两个组织 然后把自己和这个现代的生活的国家连在一块了 比如说一个就是我们说同乡会 找老乡 通过老乡大家建立联系 通过姓氏文化 通过特定的文化 我们然后有一批朋友互相帮助 很快跟当地社会融合 张星斌表示 在海内外交流中 姓氏文化可以发挥独特的纽带作用 从最初为寻找祖先而寻根 到如今为弘扬中华传统文化而寻根 姓氏文化凝聚了全球华人最大的共识 在八十年代的时候 很多华人就是通过姓氏中心会来大陆 来寻根 然后对当地性投资 捐资或者是投资建工厂 通过姓氏文化 我们都可以把海外华人和他们的主线居住的这种 我们的说国家连在一块 通过这些年来 在中国发展变化整个国内提升以后 海外华人的这种向心力的凝聚力的这种作用越来越明显